主席好 院長好 各位部會首長好 是不是先請院長 大家辛苦了 今天一整天在這裡 院長跟各位團隊辛苦了 為了今天的質詢 確實昨天也準備到很晚 這一次其實行政院的表現 我相信在世界上大家都有目共睹 也肯定我們這次行政團隊的表現 不管是超前部署或是其他的準備 都證明說我們這次的準備確實是非常的充分 但是在這六百億的紓困條例裡面 或是相關的預算 院長您的原則 四大原則 第一個是羽露均沾 立竿見影 故本強生 加強弓箭 但是羽露均沾 這個其實會引發很多的爭議 就我們的立論點 認為說這次的防疫應該是防疫優先 醫事人員優先 勞工優先 如果有剩餘的 可能再來羽露均沾 因為羽露均沾好像會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每個人都可以從這六百億裡面來分到一部分 可是我們最在乎就是這次防疫有功的醫事人員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藥局的人員 或是消防人員 警察人員等等 這些在防疫第一線的人員 是不是在這一次的六百億裡面 有足夠的經費來支應他們的付出跟犧牲 這個部分院長 就我們的了解 禁止醫事人員出國這件事情 其實引發滿大的一部分爭議 那最主要就是法規的來源在哪裡 據我們了解 其實就目前來講喔 其實不能說有明確的法源依據 所以禁止醫事人員這個部分 未來可能引發不管是勞資糾紛 或是相關法源依據的一些爭議 這個部分行政院有做好準備 有沒有相關的罰則 如果說醫院不同意 那引發了勞資糾紛 甚至如果醫事人員在不同意的情況之下 還是出國了 有相關的法則嗎 基本上在醫院裡面 大概是到一二級的區域 是由醫院來負責準博 那醫院當然根據他醫院的治理 那相關的勞動的法規 去做最適合的判斷 所以我們現在的法源依據到底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也有跟衛福部要求說提供這部分的資料 但是衛福部只提供我們新聞稿 並沒有提供我們法源依據 到底現在禁止醫事人員出國的法源依據是依據什麼 基本上我們是希望在只有第三級的樣子 才我們直接來做準博啦 我們並沒有說禁止所有的人 所以目前是沒有法源依據嗎 我們都不管理這事情 出國的人多 染病的人多 那醫療的機械體系的人力就會出問題 那以我們在疫情指揮中心 我不樂見於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我們沒有禁止他 我們拿什麼理由再去補助他 就是說原則上我們是希望醫事人員共提時間 但是我們也是用的 而且希望他因為這樣子的損失我們能夠補助他 對 我了解 這個是後續 但是我們可能透過道德勸說或是其他的方式 但是事實上確實沒有明確的法源依據 是不是這樣 我們大概醫療法裡面至少在特別條例還有第七條可以用 不過我們在醫師法 醫療人員的醫療法都有相關的法規 因為我們的醫療法 醫師法或傳染病防治法 其實沒有明確限制說禁止醫事人員出國 只有說必須遵從主管機關的指揮 但是指揮包括不包括限制出國 這個有沒有符合比例原則 這可能是後續行政機關必須面臨的問題 因為如果直接的禁止 那又沒有法言依據 其實後續也有相關的賠償的問題 那也會產生 如果我剛剛所說的 如果醫事人員能夠 仍然堅持要出國 那這個有罰則嗎 沒有 沒有嘛 基本上大概只有我上個禮拜天 一個禮拜以前 我們當然就疫情的情況下 我們做了一個正確的判斷 那時候意大利 伊朗 日本 韓國都沒有現在這樣的情況 那這些繼續 如果他們那時候就出國去了 那回來都要做檢疫 居家檢疫14天 除了日本以外 那對於人力是非常大的傷害 我知道 其實我們也都知道說 其實醫事人員的心情也是希望跟政府一起來努力 來共同防疫 對 那時候我們是一個不得已的講法 我們知道 越來出國的時候風險越高 而且那些都可能會列到第三級去 如果那時候沒有趕快去禁止他們的話 那可能他們出國之後回來就居家檢疫 而且得不到賠償 得不到相關的補助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兩害取其輕的情況下 那站在疫情指揮中心 必須要保護我們的戰力 所以不得已做這樣的一個宣布 因為我們是民主法治國家 我們任何限制人民的這些行為 都必須要有法源依據 那尤其是我們行政機關 當然不能做違法的事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個大原則跟大方向 大家都能夠理解 就是說醫事人員在這個時候 能夠一起共體時間 但不是用一個強硬的方式 去強迫或是要求 尤其是當我們沒有法源依據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說我要問的就是 委員 你從頭到現在 你都一直講沒有法源依據 其實錯的 這個有法源依據 委員剛剛通過這個特別條例第七條 明白規定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 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 這叫法源依據 所以我們現在是明確依據這一條來禁止 法律規定的明明排是第一天 第二點就事實上也有需要 剛才部長講得很清楚 如果不是有這樣的要求 那如果醫師人員去了 有疫情的國家回來 居家檢疫14天 那對他也不好 對防疫力量能量也都不好 第三 現在我們特別預算 軍規案通過後要補助 正因為對他有限制 所以他所受的任何損失 比如他本來要出國或者要其他度假等 因此沒有去任何費用的損失 任何因此而增加的費用 我們都會補貼他 這也是這樣三個 是環環相共套起來用的 好 謝謝院長的解釋 但是其實依照現在 衛福部所提供給我們的資料 不管是就醫療法醫師法 或是等等 衛福部其實沒有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到底法源依據在哪裡 對 這也是為什麼要有疫情指揮中心 為什麼要有指揮官 這就必須我要去承擔的 我們對疫情要負責 那我們政務官就要承擔 在這個沒有罰則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禁止的效令到底到哪裡 那能不能明確的去執行 可能是後續大家比較關心的 但是原則上我們還是希望說 這些醫事人員共體時間之外 對於這些醫事人員因此所受到的一些損失 我們現在是全面的補償 但是這個補償的經費有沒有編列在這六百億裡面 這部分是有還是沒有 在第二條裡面我們可以編譯 雖然費用只有一億千萬 但是裡面對這一次這樣的一個旅遊的 這樣的相關的損失 我們是可以編列的出來的 我們編列的出來但是沒有在這六百億裡面對不對 有 這裡面當然是有 那至少我們還有45.6億的一個相關的預用的經費 獎勵配合防治工作績效的團體人員 那現在大家就是質疑說這些獎勵的預算 是不是落入這些大型的醫療院所裡面 就是說大家現在所看到的補償的規定 都是適用在這些醫療院所 那對於這些醫事人員未來的補助 是不是更能夠更明確 第二條裡面包括機構跟員工都有列到裡面去 所以我們會用這一條 所以沒有的話我們在地裡面45.6億的相關 因為疫情的需要而可以這樣子做一個適當的分配 也有這樣的一個45.6億的預備進展 好 那另外就是說大家也很關切就是藥局的人員 他們所受到的一些因為疫情關係他們幫忙發口罩 那現在也引發很多爭議就是說 有的藥局他可能口罩發不完 有的藥局他可能發不夠 那未來有可能就是會調整這些藥局派發的方式 那藥局人員在這段期間所受到的一些損失 未來是否也有補償那有編列在哪裡嗎 這個委員我特別藉這個機會講三點 第一這個疫情今天我們台灣控制的好 被世界很多國家肯定 我要特別感謝很多人員 但醫事人員守第一線我們真的很感謝 包括剛才委員舉例藥局的藥師藥生 他們因為花口罩增加工作量 很多本業或者時間體力都被分掉了 第三也因為甚至還要維持持續還要挨罵 我們都很感動也很感謝 因此醫事人員如果因為防疫或者分擔工作 所受的任何損失或者利益的減少 我們一定要補他這個補他在預算裡面都有 不夠的話我們還有一杯金一定要補到這第二點 第三在態度上我們對於醫事人員一定優先 第二如果幫忙的人 我們剛才委員舉藥局發口罩 未來隨著口罩產能增加 可能片數又增多 相關要補貼的 我們現在每天是補貼八百塊錢 以後對於藥局藥師藥生他們幫忙 我們還特別在疫情過後 我們還要特別表示感謝 好那就是說這個部分也沒有編列在預算裡面 目前是沒有看到藥局的這個部分 那未來是由哪一個部會會去編列這個預算 現在剛剛通過的叫做條例 那已經送到貴院正在審議的叫做特別預算 那條例通過後相關的執法 我已經要求兩個禮拜內要把執法定出來 各部會那就比較是執行細則的這些問題 所以到時候才會清楚 一個對 另外一個是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送來給貴院審議的 都大綱大目 那相關進一步還要有各種作業 或者他的作業標準等等 這都還要一步一步 不是現在就已經到很細 或者已經可以到多少 反正對於這些藥師的補助後續還會有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滯留中國的武漢台商 人數據統計現在有一千兩百多名 那我們自己所掌握的名單 急需回台的有一百多名 那目前卡關到底卡在哪裡 就是卡在說中國不願意讓我們去優先檢疫 或是以這些弱勢為優先 但是現在也傳出說這些台商們現在呢 考慮要對我們提出告訴 認為我們這個違憲限制人身自由 那對這個部分 院長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卡關就是卡在中國 第一次我們已經向中國接洽 我們要去接同胞回來 中國就堅持他要用他的飛機 東方航空送回來 結果送回來的名單不是當初的名單 跑出很多原來沒有的人 甚至還有媒體在報一大家口 通通回來等等 所以被質疑很大 第二加進去的人竟然有個確診的 使得同機的乘客也大受影響 回來我們的防疫工作 隔離檢疫也大受影響 這是第二點 所以無論是蔡總統 無論是行政院 無論是指揮官 都在在宣布 我們下不為例 一定要大家都能夠講好 那依據橫濱模式才能回來嗎 不是什麼模式 而是一定要弱勢優先 一定要防疫優先 所以我們說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有限制這1200多人回台的 在移民署或是在海關這邊 有要求說不讓他們回台嗎 有限制他們反台嗎 什麼現在委員你講 什麼1200多人證明 這個人數也是中國那邊一直也是 一直變化 一度是什麼 因為現在傳出說 基於防疫的需求 有1235人是由移民署管制 這個是事實嗎 中國那邊對於所謂要回來的人 他也是這個人數一直變化 但我們就是堅持要弱勢優先 那他們有可能化整為零 從其他的地方回台灣嗎 人我們都鎖定的 所以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指揮官也有宣布過 這個武漢要回來一定要包機 不能化整為零 怎麼樣跑 不可以這樣 好 那這一次我們也有購買手機 我們發現說 這一次花2700萬來購置這個防疫手機 那手機有限定什麼品牌嗎 沒有 只有NCC去標購 標購 那我們會不會以國產手機為優先 那可要請教這NCC 那防疫手機是不是有需求 因為現在人手一機普及率 其實台灣的手機是世界之冠 那我們是不是有可能透過APP來定位就好 那防疫手機採購之後 後續還會繼續使用嗎 防疫手機 防疫手機 時間到了沒關係 好謝謝 謝謝